中俄軍事會誤作秀給美國刊 這一幕嚇壞習近平 烏集俄指揮部三十一人喪命 俄軍繪圖十公里 四川拆千辛規 明昌文宅野中路 報復創業要造反 中國青年就業率雪上加傷 恐引發政治危機 美國快撤資 涉及幾十億 中共荒鳥 大家好 歡迎你收看國際新聞眼 我是美玲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 想促進中美恢復對話渠道 尤其是軍方能夠正常通話 卻比中共難遇 日前中共國防部長高調會見 俄國海軍總司令 顯示中俄在軍事方面加深關係 然而都有人認為 雅加納兵變嚇倒習近平和中共 7月3日 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 在北京會見了俄羅斯海軍總司令 葉富梅洛夫 李尚福說 希望雙方加強各層級溝通 常態組織聯演聯巡聯賽 拓展專業領域務實合作 為維護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葉富梅洛夫回應說 俄方願意和中方保持密切的協調 共同組織好海上聯合演習 聯合巡航等的重要演份活動 不斷將兩國兩軍關係推向新的高度 面對兩個人的熱樂交談 和布林肯在六月訪華 需要重新啟動中美軍事對話預覽 形成鮮明對比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黃君濤認為 李尚福其實就是做show給美國看 他說專制國家這種級別的會見都是做show 表示他們有親密關係 再一個呢 我覺得是做給美國人看的 想和美國打這個心理戰 主要是打美國的臉 為美國施加壓力 但他認為 中俄關係還未去到這麼紮實的程度 習近平和普京在勾心鬥角 其實他們誰都不相信誰 普京內心是看不起中國的 中國問題專家陳破空 在自由亞洲電台撰文說到 俄羅斯亞加納兵變 等政治強人普京遭遇公開挑戰 只可以屈辱地以和解收場 逐而被中南海和習近平造成心理震撼 陳破空指出 一直以來 中外輿論盛矣 習近平發動台海戰爭之日 就是共產黨和習王朝覆滅之日 且不說 論戰爭 共軍絕對不是美軍的對手 就說中國國內天下苦共久矣 戰端一開 黨內外的反習力量必然會空前團結 中國人民的反共反習聲浪必然會空前高漲 習近平和習家軍當中誰開了黨民心向背的號檔紅樓 都說俄國兵變嚇倒習近平 此言不虛 烏軍最近在前線明顯取得進展 由俄軍處於馬拉托克 馬其卡兵力薄弱的地方突破 令俄軍繪圖10公里 還空襲頓列遲刻俄佔領區一處的指揮所 導致31人死亡 7月3日 推特帳號 Alex Tran發推話 烏軍突破俄軍位於馬拉托克 馬其卡的部署 越過了H08 一路向南追擊俄軍 俄軍被迫潰逃10公里 已經走到到 在接近奧克雷陶瓦特的地方 距離托克馬克18公里 烏軍前段時間進展並不多 為什麼這次可以將俄軍趕出這麼遠呢? Alex Tran表示 烏軍現在可以取得這樣的戰果 和改變打法有很大的關係 原來 烏軍在俄軍都要用的 沒有地雷的公路進行單點突破 而且烏軍自從將勤赫爾大橋詐位之後 都知俄軍繪乏弗弹藥供應 只好選在赫爾重開闢第二戰場 俄軍這樣分兵就出現了防線缺口 因此烏軍針對俄軍 在馬拉托克馬其卡兵力薄弱的地方 進行晚攻 取得佳職 烏軍在巴克穆特 以及東部及南部前線都有進展 東部頓列茨克俄漸區一個指揮中心 遭到了烏軍的空襲 31位俄軍上身 6月29日 Region776發推說 烏軍用JDAM或是GMLRS的精準武器 空襲頓列茨克俄漸區的俄軍指揮所 有31名俄軍死亡 由Region776發布的影片可以看到 一棟建築大樓隔離跑出來兩位俄軍 接下來這棟大樓便遇到烏軍幾次飛彈轟炸 被炸後的大樓變成了廢墟 7月3日烏克蘭武裝部隊還參謀報 發布告說 由去年2月24日俄軍入侵以來 已經有23萬260位俄軍喪生 7月2日便有600位俄軍喪生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 澤勞日內最近和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米利說 烏軍已成功掌握戰略主動權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馬利亞爾 在7月2日說 俄軍向烏東前線 阿夫迪夫卡、馬林卡、利曼和史亞托維 這四個地區向前推進 兩軍因此爆發了激烈戰鬥 據發生社報道 馬利亞爾在社門發文說 周圍都在爆發激戰 情勢相當複雜 他指出 烏克蘭在南部面臨俄軍的強烈反抗 俄軍遙距暴雷並出動後勤部隊 因此烏克蘭在這裏進展緩慢 四川今次紅了 據網絡消息 四川在今年3月做出新規定 以後擦簽戶如果不簽字 過了時效就可以強制執行 小食引發網有一片創業呼聲 而創業的網絡含意即是造反 看來剛剛過生日的中共 這下就坐在火箱口上面了 最近網絡上流傳一張文字截圖 四川發布新規定 以後擦簽戶不簽字 過了時效可以強制執行 該截圖下面的文字是 實施辦法忠明確說明 擦簽中一直不簽字 在法定時間內沒有提起有效構制程序的 擦簽放走完所有法定程序後 就可以申請強制執行 合法地將房屋拆除 也就是說無論是因為什麼原因 不簽字的一直拖著不是好辦法 該截圖下面還附上了一句說話 大家都在手 四川拆簽新政策 這樣上述的截圖文字究竟是真的如何呢? 通過查找發見 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辦法 的確是由今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 第四十七條規定 未達成正地補償安置協議的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 使用權人 再正地補償安置決定規定的期限內 不騰退土地和房屋 也不再法定期限內申請訴願 或提起行政訴訟 經吹告後刑未履行的 由市、縣、人民政府 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看來確實有很多網友搜索四川這個新拆簽政策了 而這個截圖下面顯示已經有三萬幾條的評論 看來中共有一次野起中路了 不過今次網友的反應很不一樣 大家紛紛高呼創業 有人說創業拉我一個 也都有人說我起過創業群 還有人無稅自戰 創業拉我一個我是降人族 創業拉我當過兵有技能有體能 有網友妙語回對中共 以前的劫匪把錢交出來 現在的劫匪來這裡簽字 這個算什麼新規定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不簽字無所謂 月黑風高的 晚上家屋就沒了 新規定之後 面去了上訪和法院的流程了 中國居高不下的失業問題 伴隨著新一屆高校學生的畢業更加雪上加傷 為此有中國專家表示 如果不能夠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恐怕會引發政治危機 中共雖然遮遮掩掩 經過修飾的官方數據仍然顯示出 今年5月中國城鎮青年失業率已經高達20.8% 據彭博社報道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 在今年6月發布的2023年中期中國宏觀經濟分析 與預測報告指出 中國大陸的青年失業率恐持續攀升 今年高校畢業生將要突破1100萬人 因此今年第三季青年失業將會更加嚴重 如果對於這個問題處理不當 將會導致其他的社會問題更加嚴重的 甚至會引發政治危機 報告認為 解決青年人的就業問題主要依靠新增就業職位 而這個就需要依靠新增市場主體 要做到新增市場主體 就需要生產性投資 尤其是民間生產性投資 因此中共當局補貼政策並不能夠解決這個難題 關鍵是政府要完善法治建設 對民間私有產權的保護要健全 專家說的話看似很有道理 但實際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 據南華早報報道 上海一間外企招聘人員 Wikatan說 很多傳統上為大量認界畢業生 提供人生第一份工作的中國小型私營企業 因為疫情遭受損失 仍然在掙扎恢復中 他說 即使公司提供職位空缺 也就是替代職位 而不是擴張 這些不是初級或研究生級別的職位 公司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資源 來招收應界畢業生 並教導他們為公司增加經濟價值 他直言 在商業環境充滿挑戰的情況下 很多企業都不願意做出這些貢獻 中共和美國的關係似乎沒有什麼破冰的跡象 面對中共的咄咄逼人 美國養老金和大學面臨著由中國設施的風險 美國參議員都提出立法 禁止美國最大的退休基金計劃 向任何和中國有關的公司投資 今年5月 由美國共和黨參議員 努比奧領導的參議員提出法案 禁止規定聯邦僱員和軍人養老金 接見儲蓄計劃 向任何和中國有關的控制實體及企業 和總部投資 即使該公司在其他國家上市 但是總部在中國 或者是被中國控制的公司都不行 TSP總資產達到8920億美元 是美國最大的退休計劃 努比奧宣布該法案的時候 在聲明中說 美國國會不會袖手旁觀 允許TSP董事會 以犧牲國家未來的繁榮 和國家安全利益為代價 來支助中國的崛起 據《易經亞洲》報道 努比奧提出的這項聯邦和州立法 是出於對美國國家安全 和美元是否應該流入 被美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的國家的擔憂 以及將公共資金用在對中國的投資上 報道說 由於中國和美國的緊張關係 美國公共養老金計劃和大學 面臨由中國撤資的壓力 中共涉及到數十億美元 在美國對中共越來越呈現強硬態度之時 美國一些養老基金已經開始減少 或者停止對華投資 例如去年秋天 特赫薩斯州公共教育僱員養老基金 將中國股票配置減少一半 將對華投資減少去到1.5%左右 美國大學的捐贈基金 都受到美國政府關於資金使用的審查 特卡萊萊納州 共和黨議員麥菲於去年提出法案 要求懲罰規模超過10億美元的大學捐贈基金 這項法案指在防止這些基金被資助給 受到美國政府制裁的中國公司 據The Information報導 芝加哥大學和大型公共衛生慈善組織 約翰遜基金會於今年6月 都對中國停止了新的投資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多謝您的關注,我們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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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見